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在整體打法上面 也是在反手位 能夠在速度上 弱點上 能夠體現他的整個打法的特點 然後在孫佳宏 反手位的多拍處理 也是他具有的特點 但是雙方雖然特點都是一樣 是在反手 但是還是有不一樣的變化 師傅在現場對他來說 是有優勢 還是說會造成他比較大的壓力 待會比賽可以來觀察 兩位選手現在在場上 進行最後的階段的熱身 現在 對現在呢 因為剛剛孫佳宏 背後的名牌是沒有別上 所以也是由他的師傅庄志願 親自來幫他別上名牌 看到孫佳宏一直在 呼手的熱氣喔 就是今天喊在開打 這場發聲喔 這場發聲喔 對 然後有時候 上往下發力喔 是擰球的上步 那如果說是看起來球數比較慢 比較賺 那就是擰球的側步喔 是 是不是 像剛剛發生台電擰球擰到林毓如的中路那一球 就是擰球的側步喔 側步就是去加強球的側旋的旋轉喔 做個節奏變化 這球把自己揭發球的時候 節奏放慢了 然後看做回擊 摩擦球的上步去做加速 8比9 觸往前發 11比8 林均如勝 林均如11比8先拿下來了 現在 孫教宏肯定也 他們那邊也曉得 林均如肯定會過來擰 然後就看現在接發球 甚至發球的時候 能不能夠用別的弱點 別的旋轉去限制 林均如擰球的質量 那些小招腳先去中間 然後趁下來半鐘鐘 他還要出來 他跨一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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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 你把骨骼顶那边跪起来 你应该测试再跑 所以你应该 好 我来这个 好 所以现在 1比0 1比0 0比2 3比1 虹家鸿做一球的时候 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出手节奏放慢了 然后把精准做摩擦了 3比1 宁如4比1的领先 2比4 發力選擇的時候 利用自己的腳下重心 然後再拉直這樣拉直線的位置 6 3比7 連續2分 孫家鴻想要擺短 想要控制短 照得太多了 所以過去回球有點限度過高 3比8 9比3 10比3 10比3了 來到第二局的局末點了 8比3 2 3 2 1 5 2 1 2 2 十一比三 控制 可是其實旋轉想要做白短的動作的時候 可能在回球的時候自己手勢有點太 接觸到球的時候有點弧線顧得太高了 似乎可以試看看 利用自己的手指的力量 然後再接旋轉往側邊走一走 然後甚至可以往下走一走 1比3 明顯看得出來 嘗試各種計算數方法 想要去做限制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孫教宏 跟突破口過程中 可能一樣會造成一些自己的誤會失誤 3比4 反倒超前的一分 4比4 都可以比較顧弧線顧旋轉 然後林雲露是比較因為體現速度的關係 都比較找球的上步 可是林雲露他本身的速度快 其實孫教宏也不妨可以試看 7比5 他站位看起來是比率的多一點 7比6 8比7 8比7 林雲露 7比9 7比10 體現這種速度喔 所以你想要把速度提上去的時候 勢必是要多摩擦球的上步 去增加球的彈道速度軌跡喔 所以在第三局呢 它這也是常 為了他們給左手 1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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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中台的對決最後剩下 兩邊更拿一分 不斷地去做加速喔 做發力喔 走旋轉的方式 所以是比較擰球的側步 側比較強的喔 所以一種是旋轉跟節奏 看一看就知道兩個人的處理方式的區別喔 對 6比6 6比6 7比6 已經先瞄到 準備回擊喔 6比8 1比8 9 10 8比10 2 11比8 11比7 11比8 1比8 在同樣兩位選手都是以左手持拍 也是反手漸長的情況下 林韻如其實在這場比賽發揮了 其實就比孫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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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